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入时要记得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勤洗手共同防疫人人有责 接下来带您进入今天的中佳新闻 市新大学每年举办科学传播国际研讨会 邀请国内外学者专家与食物界人士 就科学传播的理论或制作食物进行交流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怎么把我们的科学普及化 那科学普及说起来很简单 那事实上也蛮困难 因为科学是一个非常深奥 但是呢又随时都在我们身边 所以我经常讲说天天有科学 处处有科学 人人都有科学 但是大家都说科学 可是科学呢又是那么遥远的内容 所以我们扮演的角色 就是把我们的科学家所想的 所要说的 我们帮他们说清楚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办了很多活动 那国际研讨会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引进外来的想法 比如说今年我们请了日本的东京大学的学者 佐唐统先生 主要目的是他也在推动传播跟科学之间的结合 怎么去把科学文化跟我们一般的人能够结合起来 那这个是我们一直长久都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在大学里面 为什么设立这么一个科学传播的平台 主要是希望能够在大学的部分就把课程融入 在我们的共同课程或者是通试课程里面 所以我们就开了很多很多跟科学有关的 科学传播有关的一些课程 那么让我们的学生呢 在上课的时候呢 不管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不管是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深奥的科学 或是我们一般的数理的科学 我们都希望学生能够在这个上课的过程里面就知道了 怎么把一件科学的道理说的很简单 让一般人能够接受 其实我们在讲科普教育的时候 或者是科普传播推广 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科学的传播 一个是科技的传播 在科学的传播我们长期以来 针对基础科学的教育方面 我们都着力很多 但是在科技的散步这一部分呢 我们有很多需要加强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都知道新兴的科技一直在发展中 例如量子计算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量子计算 例如blockchain 区块链 很多民众也都不知道 但是这些呢 日后都会跟我们的生活 以及民生的使用都有息息的相关 因此呢 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一般民众 针对新兴的科技来进一步了解 科学影片制作过程需要科学与传播专业共同合作 除了把关正确资讯 也必须将较为艰深难懂的科学理论 转移成民众亦了解的语言 国内知名科学节目制作人 影视编道与金钟得主分享经验 提供各界对未来科学节目 制播与推广的想象 从全世界开始第一次有暖化这个词开始的时候 我就认为作为新闻媒体是必须要告诉大家暖化是什么 那暖化就如高尔那时候所讲是 还是有反证 有反证 这一切我们就去追寻 当时我还跟我的这个主管长说 我们作为媒体 你必须要忍受一个小时的收视率不好 我们一定要好好把这个观念告诉国人 那这样是一个尽责的新闻媒体该做的事 那我们那个主管就说 有那么差吗 我是先打预防针啊 结果隔天出来 收视率超好的耶 那我就觉得 其实你看台湾人民 我们的观众很有水准啊 重点是有没有用心的制作 因为那几次花了我 我花了不知道多少时间去制作所有的动画 把所有的科学用最简单的道理 用最简单的图 一层一层告诉大家 你的原理是什么 所以它会耗费我很多的时间 然后你又要去考量这个相对收视率 好 那没关系 如果有这些考量呢 我觉得最后呢 我还是会回到初衷 就是我们的媒体责任 而且呢 我才会就是讲 跟长文讲 就是要有媒体责任 然后呢 对我们企业形象也是好的啊 不是吧 当你这些讲 当你告诉大家 当大家看电视都长知识 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 那有一天我自己的学弟 他现在没有名的YouTuber 我就不讲他的名字了 他有一天来公司找我 我说怎么了 YouTube很夯啊 相对于传统媒体 学长 我做不下去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 我常常拍了一整天 剪出来不到几分钟 而且我已经不知道 主题要拍什么 要做什么 竞争很激烈 我说 你拍一整天 十个小时 我说对 剪出来多久 不到十分钟 我说 你知不知道 我过去以来 都拍了八年 剪不到一个小时 瞬间 他的心情变得非常好 很开心的离开我的公司 发现 原来 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受苦受难的人 他不认识 所以 其实一开始 我在Discovery频道 单身制作人 很多的节目 科普 像工程计时这些 一拍 超过六年 八年 常有的事情 所以当时 我们就最后成型 成为台湾第一家媒体 进入到南极大陆 因为其实地球 有80亿人口 真的进入到南极大陆 南极可能不到两万人 所以 但是呢 就是在这一片 你现在所看到的 南极大陆上面 有一个小小黑点 这个小黑点呢 就是我 所以其实 对于一个 一直在新闻媒体工作 电视媒体人 但是当我们 踏入到南极大陆 我真的被 眼前地球绝美的原始面貌 还有蓝与白的这样的颜色 最后的秘境 这种大自然的绝美 震撼住了 市新大学办理国际研讨会 引进外界想法 导入台湾对科学与传播结合的推动 同时开设许多科学传播相关课程 积极推动科学传播与普及 希望让学生在课堂学习后 就能将科学说得很简单 进一步结合媒体产业 推展科学想法 也与日常生活相结合 大马路上 一群黑衣人将诈骗集团车手拦下 假装刑警进行盘查 没多久又有几名男子出现 直接将现金抢走 电影《黑赤黑》的情节 竟在街头真实上演 刑事局接获报案 深入追查才发现 原来是诈骗集团骗取高额账款后 因为分账不均 出现黑赤黑的状况 在5月8号 这个集团有诈骗到一个 诚信被害人得700万的账款 那内部的一个成员 无姓主权 指示诚信车手前往面交 那其他的成员 叫说 一个博姓成员 叫说假冒刑警 要去盘查跟逮捕 要取走这一笔款项 然后又出现 理性的一个嫌犯 出手来做一个抢夺 将700万的账款 截走 那这个无姓嫌犯 认为诚信车手 是共和 将他强压 到汽车旅馆囚禁 并用电机棒 跟他淋捏 数日 然后由诚信车手的友人 交付100万以后 才获释 刑事局与新北市警方 组成专案小组 展开具体搜索行动 逮捕了以无姓主权为首的 扎七集团 还有假刑警集团 及抢劫集团共21人 并查后现金 伪装刑警的无线电 仅用玩具枪 手机等账证物 全案已依违反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刑罚加重诈欺 与妨碍自由等罪 移送地检署偵办 其中无姓主贤等11人 因为事案情节重大 被法院裁定羁押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导 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 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 你是深处深厚的距离 现场大唱高舞人的歌曲 台北市长蒋万安 在台北最嗨新年城 跨年活动记者会上现唱 只说是高舞人的粉丝 今年邀请到他们在跨年唱压轴 且有克制独家的表演内容 所以这一次的跨年 我们特别把规模再次升级 那当然看完烟火以后 紧接着我们迎来2024年的开始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高舞人 我的偶像 他们前来特别为台北规划 克制一首打造的表演内容 另外当然 高舞人为什么说偶像 因为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太太特别说要跟高舞人讲 因为你们成团是在宜兰 我太太是宜兰人 我是宜兰女婿 她听说你们是宜中毕业的是不是 所以她要说她们非常喜欢这个高舞人 我也很喜欢对你们的经典歌曲 不管是爱人错过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脾心戴跃的想法 就是今年是第五年主持台北跨年 也谢谢台北市政府一起来的信任 对那我觉得能够跟台北市民一起度过 这个很重要的时刻 对我来说是倍感荣耀的 那今年又特别开心 跟DVBS三位 威风拉 一起主持 我也是你们的粉丝 有的 因为我们一起来主持 就感觉好像很开心 2024台北最爱新年程 威风拉 听起来这寓意也蛮好的 加了我相信就是威风鲁拉拉 鲁拉拉 有一种欢乐的感觉 这其实算是我们 第一次 第一次可以跟教教乐团 没错 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自己也很期待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 三个人 录音的 对三个人 或者是可能乐手老师这样 对 所以其实这一次算是 真的不只告我 应该是告我 好多人 哇 台北市政府也首度在晚会周边 打造四个不同风格的多用舞台 包括怀念名歌 古典清音乐 摇滚小清新 静默派对等多元演出 跨年演唱会主持人也蓄势待发 要为大家呈现一个难忘的跨年夜 我来介绍一下第一个多元舞台 就是我们的复古金曲 喜欢听老歌吗 喜欢听名歌吗 想要怀旧一下的朋友 可以到我们的无心街台北医学大学对面的景晴一号公园这边 这边呢就是主打一个怀旧经典的老歌演出 以及非常经典的民歌演出 而且我们现场呢也是有我们非常知名的民歌歌手 陀佩晨佩晨姐担任主持人 并且现场呢还会有情歌王子美誉的王瑞宇以及金运奖冠军李明德以及优秀歌手得主余台烟等非常多优秀的民歌唱将 陪大家在那边一起复古一下感受一下那个氛围 和古典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还邀请到跟你很有相关的乐团 对 来自日本的沖縄的重省琉球特派少女乐团 还有正美迎唱传统现代古典乐团 白老会音乐剧之声 Voco Associates合唱团等等表演团体进行演出 好喔 哇 合唱喔 大家忍不住会为你欢呼一点就会 那么第三个多元舞台呢 它的主题就是摇滚小青星 那它的位置呢它是在东区 有点靠近东区中校复兴捷运站附近的丁浩广场那边 那这边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夕阳经典 然后它会有文青节奏 这样的风格有点夕阳摇滚的感觉 那么呢演出名单也相当厉害喔 有一位是在综艺节目中表现都相当亮眼 大家常常会忘记他其实很会唱的 是吗 杜丽 他很会唱歌 对 对他会到现场 然后现场呢也会有演出超过白场的 像是阿鼓打阿兔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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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Tony等 非常多位来自海外的知名乐手 会在现场给东区带来不一样百变的感觉 是的 第四个多元舞台主题为台北金木派对 刚刚那个市长有提到 就是位置在四伏的东南侧的观察 以金木派对低调狂欢为主桌 有嘻哈 也有花語混音 嘻哈 白大舞曲等 多樣曲風的DJ進行演出 邀請民眾帶上合情 一起沉浸在這個電影的拍攝當中 是的 是的 觀光傳播局也加碼推出 Light新好友限定活動 將抽出20名新加入台北市政府好友的民眾 可惜辦入席跨年搖滾區 鎖定跨年活動官網掌握訊息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得獎者是陳子雄 劇情組影片首獎得主 從中家集團台北系統台總經理徐雪林守中 接下獎盃與3萬元獎金 台北市公眾頻道協會舉辦112年 台北遊影CH3影片比賽頒獎典禮 今年首次分為非劇情組與劇情組影片爭件 總共有117件作品參賽 其中劇情組25件 非劇情組89件 社區大學獎57件以及公民投入獎114件 其實我是香港人來這邊讀書 然後看到這個比賽就覺得它的主題是台北 然後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因為生活在台北我是一個外國人的身份 其實會看到很多不一樣新鮮的東西 而且這個比賽其實非常有意義 因為它其實是一樣啟發大家對台北的感覺 然後可以創作更多的故事這樣子 其實我的作品故事是想說很多人都說台北 就是想到台北的旅行的話都想到去外國旅行 但大部分人沒有想到其實旅行更多是一種性的性態上的調整 只要你的性態說有願意去心想到身邊不同的事情的話 其實你去不同的地方也可以是一種旅行 那我的故事就是說女主角透過去跑步其實給她的感覺也是一種旅行 就是希望有另外一種旅行的概念這樣子 就是有剛好在網路上看到這個比賽 然後有這個投稿 那就覺得可以拍一個小影片投 然後好像會在公用頻道播出的話 就覺得是一個還滿好的管道 這次的影片是在華山藝文中心的一個展覽 那剛好覺得這展覽還滿可愛的 就想要介紹給大家 然後在現場有訪問一些在觀展的民眾 那你覺得還滿有趣 就是以一個比較類似記者的角度去採訪那些民眾 就還滿有趣 那得獎的話當然很開心 因為其實這個獎項獎金還滿多的 對 所以就很開心有這個機會可以不僅在公用頻道播出 然後也有一個自己的影片的成果有被看到的感覺 我這一次頒獎年你覺得好感動喔 一方面是參與的建數增加了 然後第二個事情是我們這一次跟台北市社區大學結盟 這12個白眼團隊都呈現出市民的活力 那把這個頻道公眾禁用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 我覺得我們台北市社區頻道就是要做這樣一個平台 提供給所有的市民朋友不管展現才藝發表意見 我覺得都很好 明年我們會努力繼續辦下去讓更多人可以使用 公眾頻道其實大家不要太過的緊張 它的門檻滿低的 譬如說阿公阿嬤你用照片拍起來去日本櫻花之旅 把它結合成換成片可以播的 可以播的 那個阿嬤菜煮得很好 你用三個鏡頭介紹你的便當怎麼做的也可以 我想我們就是在這邊只要符合公益性 這個藝文性 另外就是這個教育性 我們都歡迎你投稿到公眾頻道 把你的知識把你的快樂把你的才藝分享給我們 那我們來學習 今年頒獎典禮一大亮點是公眾頻道與台北市社區大學結盟 除了新設社區大學獎的獎項之外 台北市13所社區大學都派出演出團隊 在頒獎典禮中帶來精彩的表演節目 第一個事情是希望社區大學的影片 學生的作品 課程的作品可以投稿到公眾頻道 因為我們知道每個社大其實都有開攝影課 都有開短片課 我們會希望這些作品 不要只有在教室裡面放一放 投稿到我們的頻道裡面 讓大家來欣賞 那第二個事情是我們將來 每次的記者會頒獎典禮的表演項目 我們都會邀請社區大學的表演團隊 來做我們的表演嘉賓 讓大家知道禁用才藝也是發揮你自己的禁用精神 剛剛的非洲舞真的讓我非常震撼 非常非常棒 我剛剛說可能我退休之後 我一定要報名參加那個非洲鼓啊 我也謝謝就是各位的參與 那有心電視其實大家要記得我們還是在地的火處兵 那第三頻道是屬於大家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再呼籲一下 大家都可以把你精彩的影片提供到我們有心電視系統 那我們就會幫您在電視上播出 我知道現在網路很發達 但是在網路上看到自己 跟在電視上看到自己 我覺得還是有差異 你在電視上大家感覺更有明星架式 台北市公共頻道協會理事長王亞維表示 公用頻道提供公民以影音作品禁用 頒獎典禮的舞台也提供非專業的公民團體 作為表現才藝的場所 不僅彰顯禁用精神 也希望公共頻道的資源 能以各種形式讓更多的市民來使用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你看牛舌 它牛舌很好吃 很juicy 它三層肉也很不錯 我覺得有那種疫苗來到韓國的感覺 豬五花在烤盤上滋滋作響 豐富的油脂 焦脆軟嫩的口感 光是用看的就讓人口水直流 還有這撒上蔥花的牛舌 一上烤盤就跳起舞來 透著肉汁讓人等不及要一口吃下 因為它的牛舌是用著那個蔥去包覆 跟一般其他的牛舌比起來比較入味這樣 為了滿足對肉的堅持 熱愛燒肉的老闆乾脆自己開店 只用現切原肉 不禁醃漬 直接燒烤 想吃原汁原味 或沾醬變換口味都隨客人喜好 其實我們的肉種有滿多的 就除了有牛肉 豬肉 海鮮類 那我們牛肉的話呢 通常我們會有牛五花 牛五花也有兩種 一般牛五花跟那種 我們所謂的特級的牛五花 那我們的頂級牛五花呢 它其實是用牛小排切下來的 會感覺上是比較好吃 那豬肉的部分的話 有豬五花 那豬里雞 那比較特殊的話呢 是我們的吉黑豬 它的品種叫吉黑豬 不是我們取的名字喔 它吉黑豬梅花 那這塊肉呢 是號稱豬肉界的Hermers 它是唯一可以吃這個八分熟的豬肉 但是當然我們還是會 幫客人烤到全熟 那我們來這邊的話呢 主要就是說 讓客人體驗那個烤肉的感覺 像我們之所以會開這個店 是本身自己很喜歡吃燒肉 那我們可能瘋狂到 從北到南都一直 那後來才發現說 喔 因為有些燒肉店為什麼便宜 有些燒肉店為什麼貴 但它取向不一樣 還有就是說 它選擇的肉質都不一樣 當然像我們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不管是在牛小排啦 或是我們豬肉上面啦 那都是整塊 那當然如果用煮河肉它比較快 而且價格比較低 可是吃起來就是口味就沒那麼好 所以我們就比較堅持在 我們的肉類的方面 然後我們這烤盤也是 從韓國空運過來的 它的特點是它比較不沾 而且它油煙比較低 然後烤起來比較健康 比較不會是用碳火冰火 因為碳火冰火比較容易激炭 吃起來不是那麼健康 用這烤盤烤出來之後特別香 而且吃起來比較健康放心 然後泡泡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翻過來了 牛肉要幾分熟自己掌握 但豬肉要全熟又不能老到底coco 桌邊服務就貼心上場 比方我們烤肉的話 要依據它肉種的不同 來決定這個火的火候大小 所以大部分的肉 我們會幫客人調整在中國 那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像比如說這一塊 它是五股牛小排 它就必須要用大火 那為什麼呢 因為大火的話 其實牛肉它不用吃到全熟 全熟的話它比較柴 那可能看客人喜歡吃五分熟 七分熟我們都可以幫它處理 那所以說用大火的話 很容易把牛肉烤成外焦里嫩 如果都用小火中火的話 會變成全熟了 所以我會建議說牛肉 像這種牛小排比較厚的話呢 就盡量用大火來去做烤 我們烤牛小排的時候 會比較長翻它麵 因為主要要外焦里嫩 可是烤豬五花的話 因為它的豬肉我們必須要吃全熟 所以我們就會讓它 受熱的時間久一點 也讓它厚一點 可以把那個熱傳導過去 然後還有豬五花 它上面這一塊 是比較有肥的部分 我們就會這樣去擠它 讓它的豬油多出來一點 等一下吃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 這整塊肉都很脆 什麼肉要怎麼烤 才會恰到好處 老闆懂烤也懂吃 當然食材也得用最好 即黑豬 櫻桃鴨 巨無法干貝蟹膏 不怕客人挑嘴 就怕客人吃不到 我們海鮮的部分 其實非常精彩 除了有我們這個 大隻的白蝦之外 我們還有這個非常大 每一個來留言都說 我們的干貝非常大 所以我們有非常大的干貝 然後干貝上面 也還會塗抹蟹膏 非常的飽滿 那建議各位 可以來我們這邊 嘗我們的海鮮 耶誕節 大家都喜歡吃什麼 就是吃火雞 可是火雞肉其實它比較柴 不太適合拿來用好的 所以我們就用櫻桃鴨來代替 所以說呢 我們十二月份就有推出 我們的櫻桃鴨聖誕大餐 那我們還特別就放了有乾冰 讓大家可以除了拍照好看之外 因為乾冰它可以保鮮 就是讓這個櫻桃鴨肉 等於你在享用的時候 永遠都吃到最鮮人的品質 除了燒肉 店裡的下酒菜 薯條 三角骨 還有韓式料理也是一絕 辣炒年糕 海鮮煎餅 海鮮豆腐鍋 吃炒也吃飽 年糕的部分 它的辣味剛好是很足 然後是很入味 然後轉一盤之後 又有再吃第二盤 它的香蕉骨 它香蕉骨真的不錯 它香蕉骨是跟薯條 一起上來的 然後真的很脆 然後真的很香這樣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的後廚 也有推出很多的韓式料理 我們在店裡面統稱叫秘製料理 就是秘密燒肉館製作的料理 那其實我們這個料理呢 非常特別就是 為什麼很多客人來會覺得好吃 是因為我們的廚師 都是我們從韓國請 真正的韓國人 韓國廚師過來教我們的 手把手 然後所有的比例都告訴我們 慢慢教會我們 所以我們出來的韓式料理 是比較道地的 但是我們口味上面 韓國師傅也有告訴我們說 我們需要針對我們台灣人 在做一些口味上面的調整 比如說鹹蛋的部分 調整到我們台灣人喜歡吃 所以說它有這個韓國料理的精神 也有我們台灣人的口味 老闆把店開在中山區熱鬧的中條通 上班族聚餐 商務客交流 通通一網打盡 本身是從彰化過來 那是因為在網路上看到 有很多人在介紹 所以我就特別從彰化 和朋友一起過來聚餐 那這次吃完之後 然後我下次也會再帶更多朋友過來吃 很不錯 氣氛很好 對 然後它的醬料也都用得不錯 像它有麻油 我也覺得沾起來很好吃這樣 我們開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大家耳熟能詳 就是調通 我們這邊屬於中調通 那這個地方大部分 大家可能會誤以為說 都是日本人來 其實不然很多台灣的這個 我們的民眾都會過來這邊 那所以說我們會吸引到的 然後大部分就是像商務客 或者是說覺得說 我們這邊的擺盤很漂亮 來這邊特別拍照大卡的 網美網紅啊 他們都會過來 在台北市美食一級戰區 老闆用燒肉食材 與貼心服務 做出市場區隔 擄獲韜客們的心 記者聯繫會台北報導 他們的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 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 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盒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盒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AI浪潮席捲而來 從人機互動、訊息傳播、醫療保健、交通等各領域都有顯著變化 也許帶來了繁榮與便利 隨之而來的挑戰與風險也必須克服 這些議題值得大家深思 中家寬評攜手台大新聞研究所舉辦科技創新與任性社會論壇 探討AI科技與當代社會的互動 我昨天走在校園裡面 在活動中心前面的海報的每個地方 看到就在最近短短的一個禮拜之內 我們校園裡面其實有好幾場關於AI相關的論壇 所以表示AI一定是受到大家非常大的重視 我就舉起幾個數字 根據我們現在產業的分析 AI的相關產業全球來看的話 在未來10年 每年會以17到19%的速度在成長 那這個到底什麼樣的概念 我們台灣還有美國的國家的GDP的成長率 大概是這幾年 大概是2點多個percent到3點多個percent 那我們如果看我們的台積電的話 台積電過去10年也就是台積電最快速發展的這個時間 每年大概是13個percent的成長率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整個AI的產業 它整個產業的產值 當然比台積電要大得多 然後是以17到19%的速度在成長 所以這其實我們可以預見到未來在很多的經濟活動 我們的社會生活 我們的工作就業上面 AI對我們的影響 將會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過去幾年新聞所持續辦的這個大型的研討會 到了今天我想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 就是我們不是只是在新聞傳播的這個產業 或者是這個學術的領域裡面去探討 我們其實深刻認識到跨界研究跟跨界的合作的重要性 所以我想今天來參加這一場活動 除了AI這個非常重要 然後大家很感興趣的一個研究領域之外 很重要的是我們其實導入了跨領域的思維 所以不管是在技術面的應用 然後社會影響面的分析 最後去總結在這個怎麼樣面對 AI發展的這個治理的議題的探討 所以希望就像剛剛院士所期待的 希望今天這一場研討會可以讓大家收穫滿滿 AI生成的影像和圖片已經為媒體產業帶來前所未有的創新與改革 也充斥在網路世界中豐富了視覺表達的可能 民眾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關於AI創造的訊息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當你是透過辨識理解生成 其實不是只有講文字像GPT這種缺法可以去生成 其實你所有的影像你的聲音你的歌曲也都是可以生成 比如說我們在今年年初也發表了一個AI的音樂學習生成的工具 以這種方式我們就可以把流行音樂透過很簡單的 透過你輸入一段字 它就可以幫你產生這段字相關的歌詞、歌曲及伴奏 這個結果其實我們也在網路上放出來 我們請一個AI歌手在YouTube上唱了半年 但其實沒有人發現它是AI歌手 大家可以聽一下 聽得出來這是AI合成的舉手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在未來的世界就是這樣子 人工智慧它講得比你強 它唱得比你好聽 它去做各種語言的論述 它會比你更完整 所以這個缺跡率4它出的這個報告就是 你可以看到各行各業在跟缺跡率 它所謂的是美國的各種的考試跟缺跡率做比較 大部分的人的標準的考試缺跡率都會贏人 尤其有一個很有名的就是在紐約做的這種法律系的考試 如果這樣缺跡率4去考的話 它會贏90%的人 意思就是說 現在的律師應該都是考不過缺跡PTO 科技創新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動力 更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唯有深入了解資訊科技如何被應用在社會 才能掌握科技塑造未來的方式永續發展 記者問一句台北報導 震動的畫面轉換與主播報導 可能全都是AI產製出來的虛擬動畫而成 還有趣味的影片可能也是透過AI生成的 這些影片資訊被應用在各個領域上 包括產官學研界都透過科技輔助融入日常 影響力不容小覷 主持人的主持人完全是一個沒有人在錄製 完全是一個虛擬的方式生出來的 然後包括後面的圖表製作 然後是透過AI自動排版自動生的出來 那天氣的預報當然不是用AI生 當然是根據Open資料 去抓去最新的Open資料然後進來 所以這樣子的影片 現在其實已經可以全自動地去進行下去 就不再需要有一個人力去每天去更新這樣子的影片 那虛擬角色部分應用也非常多 就是同樣的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他可以選擇說他的這個虛擬角色 他需要是卡通風的 需要是一個比較現實風 像照片風格或是在中間的風格 那一樣只要做設定 就可以產生不同風格出來 然後其他應用也很多 像是更多的AI在自動化影片都可以做成像 左邊這個例子 這個是透過小物品AI開源的Whisper 然後可以讓一個演講 自動的央文字 然後加加到影片上面去 然後大家可以看過類似的服務 然後把那個影片上面加上那個字幕 自動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字幕編集時間要花時間 那比如說在這個之前跟工型系 我們合作一個我們想要去了解這個民眾 對核廢料的看法 那我們想要知道民眾是 這個對核能的意見是怎麼樣 然後對於核廢料呢要選擇在什麼 就是核廢料放在什麼地方 有什麼看法 所以我們就是跟工型系 還有這個台電呢 做了一個合作的研究 那我們就去PTT啊 這個Facebook啊 他們搜了很多民眾 對於這些核廢料的討論的文章 那我們就要去發展一個模型 去評估說 那這個民眾對核廢料 或是對核能發電是支持或反對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那它的缺點也很明顯 就是當這個台電 它現在的這個興趣已經改變了 它已經不在乎這個永核反核了 它現在在意的是民眾 對風力發電選擇的看法 那要怎麼做 那我們又要重來 我們又要再收集一堆 跟風力發電有關的文章 然後再找一些工讀生去表資料 然後再訓練一個 判斷這個民眾 知不知識風電的這個模型 那如果未來又有一個 新的一種這個議題出現 那又要再做一個專門的模型 那所以這樣經常會有這個計畫 趕不上變化的情況 對那所以說 大型原模型最大的優勢 我覺得就是呢 它可以再不需要訓練資料 然後它可以去做任何 它根本沒有看過的任務 比如說你現在問它這個核電的問題 它就可以幫你做分類 你問它封電的問題 它也可以幫你做分類 那你甚至叫它解釋理由 解釋原因 你甚至想一個新的問題去問它 它都可以幫你立刻產生一個回應 即將蘇維富 即將成立一個AI評測中心 引擎監管 AI評測主要是蘇維富的業務 那即將應該在下禮拜 就會有釋出相關的訊息 就是說我們會有把 AI的產品的服務 相關服務進行驗測 來進行看說 它是不是政治正確 比如說它會不會講一些禁止 會不會講一些不是台灣的用語 會不會講一些違背我們 風序了 就是政治不正確的話 那各種未來各種會出現很多AI的服務 AI的產品 都會來到AI驗測中心來進行驗測 那這是我們即將推出的一個服務之一 那這個服務主要在對應的 扣合的第一個就是安全 我們注重AI的安全性 所以公部門其實用AI這件事情 所重的安全 中家寬平攜手台大新演所舉辦的論壇 持續整天 除了探討AI生成的產官學眼界應用 也延伸到對社會的影響 如何治理 包括技術與法律問題 社會結構的改變 人類行為與價值觀的影響 要創造一個科技與人們並行的未來 還需要大眾一起來思考與面對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機房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強力查期 據查獲778台非法機上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給50萬元罰金 品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韻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希望能夠把我們基隆打造成為亞洲最有愛的城市 那我們這一次的這個主題就是九個字 就是台灣頭看日出擁抱愛好 金融市113年元旦升旗典禮 地點遺失到成績轉運站舉行 市政府宣布今年的主題 是以台灣頭看日出擁抱愛 這一次我們的這個年終晚會是辦在二十三號禮拜六 所以說大家終於不用再趕場了 就是三十一號可以好好的在家裡面休息 然後呢隔天早上五點半的時候就可以來到我們的成績轉運站 然後一起參與這場活動 在六點鐘的時候呢也會有我們的世紀獅子會這邊呢 他會發放這個熱影然後提供給現場的民眾 那首先呢也會有我們的這個世上音樂家我們的哲成老師 會來為我們表演非常動人的鋼琴的曲目 然後也會請我們的這個樂兒執行長也會率領大家 一起來唱我們的國歌還有國旗歌的部分 那大家會在一個非常快樂非常喜悅的一個環境中 一起來歡慶我們的元旦升旗典禮 記者會上邀請了基隆音樂愛心大使 世上天才鋼琴嘉許則成 基隆基督教會和青年舞蹈團出席 將在元旦升旗活動中帶來演奏和表演 升旗活動將由抗癌鬥士盧妍 和孫甫甫發言人余志明共同主持 那我首先我非常的興奮可以參與這一次的活動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終於跟基隆市有一個正式的連結 因為我媽媽她是基隆人 所以我從小其實也是常常來到基隆 跟基隆音樂合唱團 也就是這一次的表演團隊一起練習合唱 那其實誰能想到生一個病 居然還可以得一個獎 那我覺得生命自會找到出路 上帝為你關了一扇門 但祂真的會為你蓋上床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 擁抱生命 擁抱愛 今年是在台灣頭擁抱愛 看日出擁抱愛 那因為愛才是最核心我們活著的理由跟意義 所以我們希望展現出 在生活當中已經去實踐愛的這些團體跟個人 他從個人的生命的奮鬥 所以有抗癌鬥士怎麼樣面對疾病 怎麼樣勇敢的往前生活 那也有我們的城市市場音樂家 我們哲成 那他更是用音樂來展現生命的力量 那當然愛樂合唱團 還有我們從信教會 還有005團都展現了他們在社會公益面的實踐 那我們就希望把這些美好的公益的活動的領袖們 能夠一起在我們2024年的元旦的時候 一起讓社會大眾一起來思考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思考愛的議題 展現愛的行動 這是我們這一次在基隆肩並肩 然後一起擁抱愛最核心的精神 元旦升旗典禮首次遺失到基隆城距轉運站廣場舉行 活動從清晨5點30分開放民眾入場 並在6點舉辦升旗活動 聖恩府將規劃神秘的小禮物送給現場參加升旗的民眾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這起火警發生在基隆市安樂區勒立三街的一處大型社區 起火建築是17層樓的建築物 並在6樓冒出火蛇 消防局出動21台消防車 跟40多名消防人員前往搶救與疏散 所幸無人傷亡 他四樓他住五樓 六樓都他們 都他們 都沒在住 沒在住 沒人怎麼會去住 怎麼會去住 我們就不知道 第一時間我們是掌控 跟光委會跟住戶 裡面總共的事戶 除了其我們移戶以外 那其他商戶 我們就是用優勢的體力先去疏散 那在附居下 阿光委會的起火部裡面 跟住戶 都沒有人員受付 那這邊用的是安全 基隆市長謝國良也親自到社區了解關心 目前起火原因仍待調查 市長也呼籲民眾 離開住家時 要特別注意耗電產品是否關閉 以保障個人安全 近期也將召集集合市住宅的主委 加強宣導防火議事 將災害降到最低 記者黃瑞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畫面上是在東明路161項的懷魯新村 早期居住300多名來自山東省千台的難民 在山東航運家賀仁安的協助下建造而成 由於市府介紹在地文史時宣傳到這段故事 為了傳承這段大時代的文史 華北傳王賀仁安的作者賀玉芬女士 特別贈送書籍給基隆七區的圖書館 讓更多基隆人能夠知道這段發生在基隆的歷史故事 基隆市長謝國良 文化局長江廷梅 跟市府發言人余志明 也一起回贈基隆的伴手禮 感謝賀玉芬女士 我父親聽到日照同鄉說 有一艘難民船停靠在基隆外海 裡面有老肉 船上老肉婦孺大概300多人 因為沒有入台證 1950年的時候到台灣要登岸要有入台證了 沒有辦法登岸 那船上的環境又非常糟糕 我父親就搭了自己輪船公司 長進輪船公司的輪船到基隆外海 去發放救難金 一人五塊錢大洋 給這些就是論人頭發放 然後後來呢 又協助他們 又找了許多有利人士 包括當時的山東 青島市長清德純 還有山東省主席這些人 一起來協助他們登岸 取得了入台證 然後登岸 後來那個台肥公司有一塊 剛好在基隆市東明路光華巷 有一塊麒麟地 那我父親就用長進輪船公司的名義 向大陸救災總會 貸款了五萬元新台幣 那時候的軍工薪水大概是一個月三百到四百 也就是說一個人十年的薪水 不吃不喝 十年的薪水給他們買建材 然後由他們自己裡面的壯丁 男性壯丁 自己蓋了大概兩三百戶的房子 那現在這個房子還在原地 這些老鄉當然有些是他認識的 但是大部分人他不認識 能夠花那麼多的錢 應該講說五萬塊錢應該再來講說 我們現在來講的是五億元吧 剛才那個賀小姐講說薪水三百塊 那不是三百塊 抗戰初期的時候 一個公務人員沒有三百塊 我跟你講你身上如果帶個兩百塊 現大洋你就是走路會有風的 所以他拿出五萬塊錢來 把這些建材買了以後 由那個難民自己派南丁把它蓋起來 沒有圖紙喔 就把它蓋起來 這樣讓這五百多口的人 可以安家立業 這個我覺得大菩薩 救人喔 最少救了五百條人命 這個太難得了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樣子 這就是讀書人的一種 所謂的這個 那種 救天下的那種 那種情懷 那所以 從歷史的這一端來看那邊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真的 以前的人真的是很偉大 叫他賣房賣地 去救你不認識的人 這點太難得了 拿到現在也做不到 市政府有主持基隆Podcast 然後有受到就是外部的節目的 關於外部歷史節目的一個邀約 那我就上去去講關於就是 懷魯新村的故事 那那個時候就是為了了解懷魯新村 就是去找這個華北傳王這一本書 那發現奇怪我們基隆市圖書館怎麼都借不到 然後呢就跑到就有同源幫我們跑到台北市的圖書館去借 然後因緣際會就借到這本書 然後這本書非常好看 我自己就看到半夜三點鐘 因為它裡面講了很多的這個民國抗戰初聯的這些歷史 那到後面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賀仁安先生他晚年他對於國家的這個貢獻啊 還有他幫助我們基隆就是山東籍的這些難民們 在我們的這個基隆女中附近成立了這個懷魯新村 其實非常的感人 市長謝國良說 感謝賀玉芬女士能夠將華北傳王賀仁安這本書 捐贈給基隆的圖書館 市府也將持續挖掘發生在基隆的好故事 那這個真的是一方面要讓大家緬懷這段有意義的歷史過程 那在跟您的父親至上這感謝之意 不禁讓我們想到現在的一個國際局勢 跟這些兩岸的未來的潛在的風險 都會特別讓我們感慨 也希望我們在閱讀這一本故事的過程中 更能夠居安思維去思考到兩岸跟世界和平的一個可貴跟重要 所以我想非常謝謝你願意把這個書送給我們 那這個很感謝 然後也希望這樣子一個感人的故事 能夠更分享給更多基隆的下一代 市府發言余志明說 想深入了解華北船王賀仁安的讀者 可以在一周後前往基隆市的圖書館借閱書籍 了解基隆的故事 記者黃瑞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面對這兩年美中貿易戰 美元升息 日元貶值等 國際情勢及大環境轉變 經濟部次長陳正錡在與超過50位大基隆地區廠商代表 作談時表示 經濟部除了透過投資台灣三大方案 加速輔導企業轉型 明年更將編列20億元經費 將台灣好產品帶往國際行銷拓展商機 國際貿易署 明年我們已經變了20億的預算 叫好產品帶出國 好產品推出國 這個它會20億的預算幫我們的業界來做 國際拓銷的工作 包括協助大家怎麼用數位來拓銷 那這個現在網路無遠復介 未來還會導入這個新的AI的這些各種技術 那這個也是這個 國際貿易署要去用它這個20億的預算來推動的 長期關心基隆各大工業區發展的立法人 蔡思寧則建議經濟部 研議工業區廠商融資方案 協助廠商獲取資金強化產品競爭力 如果你是工業區的廠商 你有相關資金的需求的過程當中 不論是你有構地的需求 廠商的需求 設備的更新等等 我認為經濟部可以在這部分 弄一個工業區廠商的協助融資利息補貼的專案 這樣的話工業區的廠商就會覺得說 我進到這裡面之後 我的很多的條件也許會更好 淨零碳排是廠商關心的另一項重點 尤其面對歐盟計畫 2026將實施碳關稅 對此蔡思寧也呼籲工部門協助廠商轉型 是當務之急 在廠商的實際面來講說 因為在廠商一個設備更新 及技術轉型的構成中 通常是成本非常的巨大 而且是一個礦日費時的巨大工程 那我們這邊是不是可以見解看 政府可以將相關的補助措施 以及輔導措施去做一個加速 甚至加管或放寬相關的限制 或者是把它的期程延長 來銜接到2026年的一個淨零碳排 那個歐盟碳關稅的期程 如何面對這個淨零碳排的要求 企業做轉型 我覺得大家常常可以去想一下 怎麼來做 那國發會經濟部很多單位 都有很多的策略報告來聽說 現在有很多相關的協助輔導廠商 都陸陸續續在討論當中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大家 可以來思索這個問題 陳正起則回應 經濟部將從三大方向輔導企業 有效減碳 在經濟部這部分呢 我們也跟歐盟在溝通 希望能夠讓大家的這個 如果有涉及這個產業的話 你得到的證明證書 還有東西賣過去 這個排關稅的體檢 能夠更清楚更詳細 而且呢最終還是我們要 改善我們的製程 然後在能源的部分呢 儘量用低攤的人員 還有呢就是用循環經濟來改善 由於金融地區的六堵工業區 大五輪工業區 及瑞芳工業區 都是屬於台灣早期的工業區 蔡世英也要求 進一步針對電力 天然氣污水管線等基礎設施 持續協助工業區 進行改善升級 記者張祺燈金融報導 七堵清濟工請出武師級神將 還有北館表演 熱鬧隆重 恭迎山東顯印宮千年媽祖的到來 清濟工主委 柯金彪表示 中國媽祖有南媽跟北媽之稱 南媽就是梅州媽祖 北媽就是山東長島顯印宮 北亭天飛千年金面媽祖 有147公分高50公斤重 同時還有一尊木雕的千年媽一起來 12月12號特地由台商組團 互送從山東過來 展開全台媽祖文化交流活動 將陸續到新北市金山 台中大甲及雲林和高雄等地進鄉 來台第一站就先住駕七堵的清濟工 人接人這金山來給我們祝賀 這是本宮千年難得的機會 所以我們本宮都抱所有信徒 這些維吻 所有這些信種 都很熱誠很開心的 來迎接 這邊你們看的這麼多 我們就是很熱誠 發自內心 發自自由內心的喜業 來來迎接 有一種公館 南有莆田 北有長島弦映宮 因為他的歷史也很久 高霸空一年 古年到九百年的紀念 另外 我們這邊馬祖 金面馬祖 金面馬祖 這個是美日軍的 然後是皇上 就是一個關廟 另外我這座是我們 所有山東的台商朋友們 一起回來 回來我們要來各地方走親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也一起在現場迎接 並且表示 欺賭親濟公公奉的七都媽非常靈驗 希望媽祖保佑國泰民安風調與順 也熱誠歡迎山東長島顯映宮 北庭天飛千年金面媽祖住駕親濟公 楊秀公主委 柯金彪指出疫情期間 親濟公和顯映公也透過視訊 進行交流 這次顯映公千年媽來臺巡迴近鄉 也將其右風調與順 國泰民安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台 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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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窗戶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那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